大家好 我是權師傅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現在跟大家說說虎連運程 新超屬馬的朋友 今年容易有權力和領導靈力提升 以至乎容易被人委以重任升職的機會 因為今年有三個比較有力的權力星 就是將星三台和唐虎星 將星有提升個人統率力 領袖魅力 還有做事在威嚴中 對於決斷的事情 提升同時或下屬的事情很有幫助 三台又叫三公 其實周朝開始是繼皇帝之下作為最高的大臣 有法布施政和掌控軍權的能力 而且對於交際應而酬都有幫助 同時三台好像有一條天界 就好像幫皇帝登上他的籠椅一樣 所以屬馬朋友容易踏上一條青雲爐 工作機會是多少 另外唐虎對於求職、求財都有幫助 所以對於找工作一段時間未找到的人士 以至乎就算在職人士也好 想突破現在舊的狀況都可以把握今年的機會 當然屬馬的人今年都有幾顆空性 當然有五鬼、官符、飛符和連符 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容易跟人合作真真端 以至於工作上被人計算和是非 以及盡量避免賭博喝酒以便影響自己的決策能力 所以屬馬的人今年容易樹大招風 就算身處一些重要的職位也盡量謹然神行 意氣風法反而會招來更多的麻煩 新潮屬羊朋友今年有三顆比較負面的星 當中有死符星 在他的影響之下個人情緒容易比較固執 不聽人說 以至於人仔關係上容易招待觀眾是非 不利於合作 而在健康上也需要留意肩頸和腸胃問題 另外有小號星 今年的小型開支比較多 比較難聚財 付出成本比較多 容易試配公半 而與此同時也有黃番星 對於家庭關係有不太好影響 以至個人健康容易食慾不振 全身無力或對於男士更加影響更大 不過好的是 今年有三顆不錯的星去幫忙 裡面有國印 代表皇帝御前玉璽 是權力的象徵 所以在職位上有上升的機會 亦容易被老闆委以重任 以至於談判卓上更加有力量 另外有穴得勝 穴得勝有諷法的幫助 亦有穴得代表陰勝 所以在今年特別多女性個人幫助 另外今年對於已經拍多一段時間的朋友 有天氣性的幫助之下 其實是適宜結婚的 就算單身也好 亦能夠增加人緣 所以今年除了透過喜事充氣之外 亦可以多做善事增加吉星對你的幫助 小小熟牛的朋友 今年的空星數量比較多 當中有病符星 容易健康出現問題 例如背部 腰腳 心臟 血管 眼睛等等 由於三殺星者的碎殺星同工 所以亦來疑紐症和傳染病 另外在寡宿星的影響下 造勢被動缺乏安全感 好像很多東西都容易藏在心底裡 經常不說出來 挖挖掛款 亦可能拖延症加加更加重 亦有糾纏不清的關係 尤其對於雷性的家有影響 就算有人追求也好 都覺得好像對方未如理想拖先 與此同時對於男朋友和丈夫的健康也有影響 而在墨月星的影響下 還會面對更多陌生環境 困難障礙重重 亦需要花更多精神時間體力才能達成目的 不過在紅聯吉星的幫助之下 墨月星同時能夠有跳出框框的狀況 對於事業上有新的突破和提升 加上紅聯代表婚姻嫁娶 所以熟牛的朋友不妨在今年結婚 以喜事充喜 或者令自己更加有獨力面對下一重難關挑戰 新超熟雞的朋友來說 今年有一顆不錯的吉星 就是指味星 代表是皇帝本身 所以在工作上擁有職位提升 更加有托闊眼光 以至於認識朋友的幫助 如果本身是公司老闆 以至於自僱人士 更加能夠體現指味星的幫助 而另外也有龍德星的貴人星 有仿佛化吉 以至於就算過往付出的努力 今年終於得到回報 除此之外也有一顆天廚星 它代表今年很多享受美食的機會 以至於開始對飲食都有研究 所以同時間都可以參加比較多的宴會 對人際關係有一定的幫助 另外今年有一顆比較空的星 當中有天厄和暴敗 在其影響之下破財機會多 以至於對於打工仔來說 小心容易功高震主 因為一時的一些得勢 招來一些少人是非 或一等於其內的挫敗 另外有滴殺和破碎星 令人性格比較搖擺不定 和造成虎頭蛇尾的影響 所以對於熟雞朋友來說 今年雖然得勢 但設計深高氣傲 意氣風發而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不妨利用天廚星的幫助 宴請朋友和同事 加強彼此的關係 而另外多與熟馬和熟豬的人合作 借下他們今年的三台和八座星 將計劃有系統實現 AM730的讀者朋友 你們好 我是張鈴聰 祝大家新幾年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苦苦生威